台湾今年路跑相当盛行 每年举办的大大小小马拉松路跑赛事将近千场 只是医师提醒 跑步不是跑越快、跑越久越好 健康安全还是运动的基本原则 心血管内科医师施益重表示 运动大致分为伸展型、阻力型与有氧型三种 伸展型像是瑜伽、拉筋 阻力型像是重量训练 以增肌、塑形肌肉为主 有氧型是训练心肺功能、维持血管弹性 促进血液循环与新陈代谢 慢跑就是有效率的有氧运动 不过每个人运动极限不同 就促进健康来说 不是挑战巅峰就是好 他提出简易的评估公式 以220减掉年龄就是适合的最大心跳率 以50岁的人举例 最大心跳率就是在170左右 如果心跳率达到最大心跳的65%到75% 就属于中强运动类型 75%到95%就属于高强度运动 如果跑步时达到最大心跳率 就建议不要持续加速跑步 以免引起呕吐、头晕 正式心律不整等心血管病况 建议运动前先检测身体的状况 评估适合的运动强度 以及可持续时间 此外 现在运动手表也有心律与心律监测 血氧观测等功能 可以随时掌控数据 调整运动强度 事宜重提醒 拥有运动超过30分钟 有助提高身体代谢 卡路里消耗 增加健康的效益 但超过两个小时 反而因为运动过量 造成身体太大的负担 需要民众特别注意 人间福报陈宁芳 台北报导